1985年,我来到福建省工作 在福建省工作了17年半 我的第一站就是厦门 我在厦门做当时中国四个特区之一 厦门特区的副市长 当时的厦门深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是先行先市的经济特区 当时的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 深圳,珠海,汕头 一个在福建,就是厦门 当时这里是中国开放的一片热土 这类人呢,差爱讲一句话 爱拼才会赢 这其中蕴含着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 厦门制作城市的成功实践 折射着13亿多中国人的自强不心 这样的一种奋斗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